Yo,你好我是Tomo,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次的影片是要來跟大家分享我是怎麼調色的 不敢說教啦 但是我可以把我的方法 就是告訴給大家 說不定我的方法你用起來順手 還是說你用起來還可以的時候 你就是可以按照我的方法來進行你所有影片的調色 首先你看到這個畫面它是Final Cut 然後是幾版的我忘了 反正就是最新版的 但是它其實它調色的工具其實全部都一樣 因為我基本上我調色都是用Final Cut裡面的功能去調色 它的調色介面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如果說你是Premier還是說你是達芬奇還是說其他的用戶 其實也沒有關係啦 對啦 因為概念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對 然後調色其實你有一些地方要仔細去注意的 因為基本上我是用那個Sony的FX3 S-Log3跟S-Log2 Cine 4還是Cine 2其實也都是OK 但是唯一會有差的地方是包括你當天的燈光 還是說你如果你在戶外的話 它可能它是Exposure 就是你的曝光度是多或少會影響你的顏色的一個發展 然後首先呢其實我在調色的時候 我很習慣做一件事情 我會去加入我的這個叫做 怎麼講中文怎麼講 Adjustment Layer中文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等一下你如果說我需要的話 我的網站裡面可以免費下載 因為我們是有三個素材嘛 所以我習慣會先從曲線喔 它這個中文叫曲線嗎 就是顏色的曲線去下手 然後首先我們先要打開我們的工作視窗 顏色的這條顏色的視窗裡面 然後你其實你可以選 看你習慣選哪一種啦 我是很習慣選第二或第三啦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是教有點像是初學者的話 我們先從第一個來下手 首先呢你會看到它這裡會有 這個叫RGB RGB它通常它的基本 顏色都會有紅色、綠色、藍色的色調 RGB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會看到它底線它是 有0到100嘛 然後它下面它這裡也有寫 R-Red、Green、Blue就是RGB 就是它用名字的簡稱 然後首先呢我們要把這些色調調 把它調成比較正常的情況 因為它目前它應該比較平一點 所以它的顏色的平均不是那麼的 不是那麼好 你需要經過一些手段一些調整之後 你才可以讓它的顏色看起來比較正確一點 然後我們主要要調色的注意的方向是 注意就是不要超過這個-0跟超過100的這個上線 上下線啦 因為基本上你超過了它的顏色會變得很奇怪 首先我們從這個顏色曲線啊 我通常我都會從LUMA先下手 LUMA你看我們這裡把它調下面一點 然後這個點我們要調上面一點 慢慢調 再調調調調調到高一點 你看它這個部分有點反光啦 就是會有一些export chair有點太多 沒關係我們就把它調上面一點 然後下面這裡一樣把它調下來一點 OK 中間的話 我習慣這裡把它調亮一點 調亮一點之後 你可能也看不出來 它現在有什麼分別 但是你這樣子 點了一下 你會看到它的那個 線條啊 線條的顏色會變得比較清楚一點 有沒有 你看它比較清楚一點 OK 然後我們 因為發現它右邊這裡 它有點藍色 所以我想要把它藍色把它降低一點 不會那麼藍 這個部分 因為它門是紫色的啦 所以 它藍色部分會比較多 然後 綠色我們也把它 提升一點點好了 然後紅色 紅色還OK啦 稍微把它降低一點 稍微把它降低一點 這邊呢 我們顏色曲線基本上就是完成了 然後第二個部分 我會去 我會去調它的那個 中文叫做顏色輪盤 我不知道該怎麼叫 顏色輪盤吧 然後這邊我們就來 可以做一下調色的部分 我們一樣 Shadow 陰影的部分把它調低一點 然後亮度再把它調高一點 調到 它有點上面一點 然後 我們的Mitton Mitton 我們中間的色調把它調到 大概 七十五左右 然後我們陰影再把它調下面一點 然後這個是全部啦 全部我們可以去把它做一個 把它移動 然後把它 再調鮮豔一點 陰影的部分 我們把它調多一點 highlight的部分 我們把它 把它 這樣稍微低一點 然後 中間的色調 我們一樣要把它調上面一點 你看到它現在它的顏色啊 基本上它是 會歸到一個正常的顏色 就是說它黃色的部分 看起來就不會那麼灰 你看到它這個地方 它就是比較灰一點 然後紅色的地方 它就是它的色調會 比較奇怪一點 我們都把它 調整到 正常的顏色 出來了 這樣子 OK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調色調 英文叫做 Hue Hue 對 基本上調色調這裡 它其實它的做法 是非常簡單的 它這裡它有太多的選擇 基本上我第一個 最下面那個我都不動啦 我都不動居多 然後我都是會從上面數來的第二個 去 Hue VS Z 去做一個調整 首先我們就是 從這個滴管 這邊先去點它黃色的地方 我想要讓它的黃色 再稍微的黃一點 然後 上面這個Hue 你要調的時候 你要小心 因為 你一旦你調太多 基本上 它的顏色會變得很奇怪 然後它 紫色的部分 我覺得不想要讓它那麼直 所以我們把它調下面一點 因為你如果說調到這樣子 它就有點太直 會看起來很奇怪 然後 我們再點一下 基本上我們這裡 也把它調低一點 因為它這裡看起來有點藍色 有沒有 把它調下面一點 然後基本上 我們再把它 全部都總平均 再把它調一下 因為看到它前後 差異 有點差異了 對 我們這裡 Ruma Set 可以把它調上面一點 這邊我們一樣 可以把它調高一點 你看到它 目前它的顏色是很正確的一個情況 只不過 你看到我們左邊 它這個調色盤 我剛剛有講過 不要讓它有超過這個 100的範圍 對啊 所以我們要 要回到 這個 調色的 輪盤這裡 把它稍微的 把它再拉低一點點 不要讓它超過 讓它 稍微平均一點 也是OK 我們稍微把它 再調整一下 它有點超過 我們再來曲線這裡 把綠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 再把它降低一點 把它拉低一點 它現在目前綠色的部分 有點超過 我們再把它 稍微的 往下面一點點 顏色的部分 顏色的部分 讓它有點 稍微的 鮮豔一點 好 目前的話 你會看到它的差別 就是這樣子 你會發現 我們每次要調一個顏色 我們會花非常多的時間 我自己有創造我自己的濾鏡 你想要調色的部分 是跟我有點類似的話 你可以嘗試使用看看 我的調色的濾鏡 我現在現在使用一下濾鏡 在做調色的部分 我們只要去 證券知道說 它顏色怎麼跑的話 你調色出來 都不會差太多 只不過我們有更快的一個做法 就是我們直接套入我們的濾鏡 我們每次就不用去做 那麼多的調色的一個步驟 你如果說你要用濾鏡的話 你只要進去它這個 特效的地方 然後進去 它這個 Color 它有一個基本的Lots 把它丟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去選擇我們的Lots 首先呢 你會看到我的Lots的 名字叫做Cinema Look 你如果選擇下去的話 它就是會變成很多色調 很快 就大概就五個 我基本上我就是五個 我還有其他的啦 但是 我自己的Lots 我是有五種風格 然後 我是蠻喜歡這個的啦 這個它是 我覺得它對餐廳的部分 是非常好的一個濾鏡 所以首先呢 我們選擇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是稍微的把它 因為你往右邊跑的話 它就是很 它顏色會變得比較重一點 然後我們把它往左邊調一點 讓它顏色不要那麼紅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開始再來做我們調色的動作 一樣的是我們先去我們的曲線 我們把它曲線給拉出來 來 往上拉 往上拉 調色非常簡單 它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 只不過你在調的時候 你要調出有自己的風格 你必須你要嘗試 很多次你才能去 調出你喜歡的那個感覺 調色也沒有誰比較厲害啦 我們調色都是比風格 誰的風格看起來比較帥一點 我們就是 學那個風格 來做你自己的一個基本調色 這裡我們是OK的 我不想要讓它藍色那麼多 我把它降低一點 綠色也不想要讓它那麼多 綠色 綠色這樣子就好了 它紅色好像有點太多 好 我們把它 再到 調色輪盤的這邊 我們把它往上 調亮一點 我覺得這邊 咪桶它還有點 不夠 我們把它調亮一點 稍微的 這裡 我們讓它色調有一點 再紅一點點 不要過多 你有時候你調色你不要調過多 因為你調過多 顏色會看起來會非常的奇怪 我們這邊紅色部分 這樣子就夠了 因為有時候 你紅色的地方 太多 它會看起來會 好像 顏色會非常奇怪 我們這裡把它做 稍微做調整一下 好 我們最後 再來到我們的 HUE 我這邊 我會先從它的 Ruma這裡先去下手一點 這裡 Ruma這裡 想要把它往上調 我發現 這邊的鮮豔度 我們這樣其實就夠了 因為我們如果說太過於鮮豔 是它的顏色 會看起來非常的奇妙 我們這邊先用滴管 把它這個 藍色的部分 再把它弄鮮豔一點 往上拉一點 這邊的話 大概 做到100的下面就好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再把它 陰影的部分 再把它往下拉一點 OK 這邊大概就是一個 調色的一個感覺 調色 它這個東西 它是可以反映在你的影片上面 不管是質感 還是說 你的影片的風格 在調色方面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去參考很多人的影片 但是我覺得 最終你還是要去 調出你自己風格的一個顏色 OK 感謝你收看這次的影片 我是偷摸 如果說你喜歡的影片的話 記得 這個 然後 想要看怎樣的影片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知道 如果說你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 記得 Follow我的頻道 然後我們會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見 拜拜